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娘娘, 我要做甚麼 你會肯相信我 我做甚麼都行, 娘娘娘娘 求求你相信我 行不行 你想表明清白吧? 畫你自己的臉吧 我做甚麼?不敢嗎? 客官參見余飛娘娘 娘娘吉祥 你給我站在旁邊 在陸宮中 最得我討厭的 就是那些妄徒 和我爭奪皇上寵愛的女人 不過你剛才跟我說 你一心向我別無他想 即是就算你畫花了臉 對你來說也沒甚麼損失 那還等甚麼?還不下手? 那天你一線在手的時候 那場戲做得很好 為甚麼今天反而為首為美 做戲就做全套 你還想我相信你的 就說下去吧 一無是存 余飛娘娘 玉營小主身萬全染病 不如等客官送她回去再說 那你就送她回去 好好照顧她 以後不要再讓她出來 是 我醜太太你看到了 你不是想再收容我一次 你才開心嗎 你知不知道剛才你這樣做 只會令幫你的人 徒勞無功 你和余飛根本就是一有之謂 你不是想幫我的人嗎 說你身患全染病 只不過想在後宮這個戰場上 抽身保命 在這種時勢 你不韜光養晦 就只有死路一條 余飛娘娘已經不再信任你 你做甚麼都是枉言的 如果你還有冒險行事 處處得罪人的話 我幫得你一時 幫不了你一輩子 好, 那你還銀票給我 銀票? 如果你不是說我有病的話 我的銀票怎麼會被人燒光 在這個時候 你還要銀票來幹甚麼 你還想收買人 為甚麼你這麼明環不靈 你不想幫就算了 我有些人不用理你 你走, 我不想見到你, 你走 孫大人 小主, 吉祥 我來拿些乾淨的衣服過來 小主這樣做有何苦呢? 這次輪到你想跟我說甚麼話 其實孫大人這樣做 都是一番好意而已 一番好意? 你這幫奴才一過二過一再知道 異常人究竟是甚麼人 叫我抽身絕材補我的性命 說就說得好聽 那正義話怎麼跟和尚皇后不平一切 告訴他們究竟誰好人 誰壞人呢? 那到底就開不見了 在宮中, 有所為有所不為 這些一直都是大家做人的方法 笑問小主 你又何嘗為人前人後的兩個樣子 我是扮蠢, 我是詹癲立福 我要明哲保身了 這是我唯一的方法 人在後宮中, 人是浮沉, 變幻莫測 試問有多少人 真的可以明哲保身了 尤其你向後夫人求助 意圖反撲的話 本來只是徒勞無功 為甚麼你不聽孫大人說 暫時休息一休呢 你們一個二個 還以為我額樑可以寄錢給我嗎 那你的信是為了… 我答應了我額樑 在中秋時節之前會寄信給他 如果他收不到我的封信 他一定知道我會出閃 我真的不想讓他知道 我宮中發生了事 我不想他傷心, 我不想他難過 我不想他眼中為一顆女兒 都是這麼沒用, 你知道嗎 不如讓安靜幫你寫吧 你手傷成這樣, 怎麼寫下去呢 就算你的封信寫好 也要想辦法送他出宮 安靜有辦法, 不如讓我幫你吧 你幹甚麼 你弄傷自己了 安靜, 我求求你 你不能再幫我多指望 好, 謝謝你 你還沒給鍾水公那群答應 連累救嗎 你現在已經弄成這樣了 你別再管他們的事了 如果那群答應 還這樣鬥來鬥去的話 我當然不會再插手了 可是這次玉營小主 真的有他的苦衷 是真的 這封家書和這首飾 你真的要幫我想個辦法 自從我公公的事之後 聽說各邊城門護軍 都不敢再張揚運貨出去 這首飾恐怕不是 一時三刻可以運到 那先幫我交書吧 來吧, 小六子 麻煩你把他交給陳爽 你是不是不懂恐夢 你當然人人不肯見 那些事要託陳爽問出去 究竟發生甚麼事 其實我和孔大哥不是這麼熟 再加上我不想跟他有甚麼瓜葛 在宮裡又沒有人可以求的了 幫到我的人只有你一個 麻煩你把這封家書交給陳爽 好, 但別說是我送的 還有, 這裡的銀兩 應該有多務少 越早送這封信出去愈好 你不是吧 現在這個時候來找我 還看著這個要求 好, 迎外之音就是不相信也沒有了吧 我不是這個意思 只不過我上次交給你 運那批貨 當中有一份是宮中的人 他看見這麼久都沒有錢分 反而懷疑我吞了這些錢 寧公公, 你不是這麼快忘記了吧 我公公生前跟我們神武武軍 發生過爭執的 就像他不知道我們之間是賣賣 但是他說過的 不會再為私幫生意賣人情 外景一風頭火勢 才把貨子暫時放在一邊 我不明不動 這句道理你不是不明白吧 是, 我明白而已 但是寶禪他不明白嘛 寶禪? 他就是娘娘身邊 最得寵的宮女 他一到一刻就會為他他招 準備那份嫁妝而緊張 他說如果貨子還沒賣的話 就原原本本的還給他 得多安心 那封信也不是你的 你怎麼知道不是我的? 寧公公說的 你把全部都是手式 沒有這封信的 又拿回自己的東西 現在都偷東西 寶禪, 要不要偷你的下價貨? 很難說了, 你知道你的了 心滿不得嫁妝 我怎麼恨嫁到甚麼程度 你簡直是狗口罪不出帳? 你區區一個狗官 你膽敢沒用嗎? 你娘才教你說話的 就好了, 你說給我娘在這裡 我包不乾淨, 好過你偷東西 好, 那你以後 你要不去找另一個運貨? 不要 隨便 我們走 寶禪姑娘, 有事慢慢說 寶禪姑娘不得了 寶禪姑娘先收拾東西 寶禪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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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著我幹甚麼? 你以為你是如前示威嗎? 城門護軍而已 是呀, 粗皮漢至下三樓 說話不乾不淨 陸姑姑的地方, 到你進來嗎? 餵烏鞅有沒有這麼晚? 治療呢? 你信不信我叫如妃娘娘 治你一條死罪 豬懷你狗族 把你凌遲在鞭屍 寶禪姑娘, 我來替兄弟孔武 向你賠罪 你賠罪嗎?你甚麼身份? 你以為你很有本事可以得罪我嗎? 還是才迷心孝 怕我在宮中賭你米 讓你沒有生意做 不要, 我想你不會這樣做吧 會, 甚麼不會 再絕一點我也能做得出來 我是沒本事, 你說得對 對了, 我大哥真是一個粗人 有時候說話真是挺難聽的 可是大人不少人說 你看, 好像寶禪姑娘 你這麼美艷動人 天之各色 世間上的男子就是想娶一個 像寶禪姑娘 你這麼漂亮的女子為妻 就是排隊排隊正陽門打夠你 男人大家都排不完 如果我能夠排頭位就好了 所以寶禪姑娘 你怎麼嫁不出呢? 千萬不要把不開心的東西 放在心裡 但是一個女人最著緊的就是她龜叔 你這樣就我發 你覺得海棠沒事嗎? 就不得了… 寶禪姑娘你這麼洪福齊天 一定有很多貴人相助 我大哥回了連雨三兩句 對你沒有影響 貴人?說就說吧 不過我們做奴才的 又怎麼會遇到甚麼貴人呢 我陳爽本事不高 假如日後寶禪姑娘你需要我走地 不妨跟我說 我們這心工女子 有甚麼要人幫 來來去去就莫過於想他招離工 可以找一份厚一點的嫁妝 要不然就找不到一個好男人了 你日後一定會嫁到一個好男人的 我陳爽答應你 我幫你多找你們出宮 讓你多賺點嫁妝 但我不知道你們甚麼時候 會再運東西出去 後日我們兩兄弟休班 所以行動會方便一點 如果你比我們還能信的話 我幫你運吧 後日 你搞甚麼?寶禪 我們大早不是說好了 做一場戲查恐慕把封信藏在哪裡 誰知道你失機無神地翻臉了 好了, 現在甚麼都查不到了 也不知道怎麼向娘娘交代 誰說沒甚麼交代的? 那天我親眼看著小六子 把安善封信交給陳爽 雖然現在還沒拿到封信 不過那個陳爽一見到我 就溫溫彈彈彈 不是甚麼都告訴我 後日他們就會運日出城 到時一定會拿到封信出去 那不如我們立即稟告給娘娘知道 娘娘多謝吩咐我們 留意那個獄刑的舉動 目的是要釣大魚 如果我們的封信還沒拿到手 望遠通知娘娘要做甚麼功 你不要太心急了 總之你通知警示房的人 我們到時當場捉賊馬莊 看看這個恐慕這次可以有多兇 回到時代 來, 別人無恙的嘛 不錯, 在這裡洗衣服打掃 雖然是粗活, 不過總比以前好 卻給那些卑鄙壽女兒 中間做人舒服很多 那就不錯 對了, 找我有事嗎 應該是說, 即使你有事 也不用避開我 送一封信, 不用這麼多銀行的 其實寄信也好, 託買物件也好 可以直接找我, 不用這麼兜兜轉轉的 我不是有心說說回避你 只不過我怕會聽聽你的麻煩 到你下雨了, 我幫你走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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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衣服不能這樣纏在一起 對不起 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 這樣才有條理不會出差字 就正連做人道理一樣 我到處理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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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你還會見人來幹甚麼 如果大家還有辦法談 他大早就不用洗 他會跟他軟軟的樣子給你一封信 話說回來, 我神明知道是他 我一定不知道這間生意 我們去那邊巡邏, 去聖門那邊見 媽媽, 媽媽 發生甚麼事?你不讀成效? 你讀的, 之前我救不出 現在就被讀成效傷, 你自己是壞人 你看你的傷口, 紫黑色的 還有現在甚麼時候?近中秋 時尚還會弱的時候, 被讀成效出奇嗎 你幹甚麼?你不可以這樣 你這樣…我怎麼嫁出去? 阿娜 去哪裡? 去看太醫 我不去 死眼鏡只會死, 我才替你摺了毒 但並不代表清掉毒 如果你想走的話, 把毒就能成身 到時候不只等死, 起來 上來 停一停, 我要下地了 我知道, 你怕你孤男寡女 有幾乎痴親, 怕被人見到 你以為我不怕嗎? 追送你去預約房之後 到時候下水也好, 下地也好 我免得理你 我還是要下地下 這條命是你的, 你以為我想救你嗎 我只不過不想當奸的時候 有甚麼蒙蒙之災, 被人怪責 我不是說這種話 你好了, 你想怎樣? 這麼小辦法 好嗎? 行了 還沒了…你先走遠一點吧 你別走那麼遠, 待會兒又醒了怎麼辦 太近了…完美一點 你怎麼回事?遠又或遠, 近又或近 我不是背部對著你嗎? 甚麼都看不見了, 想我怎麼樣? 你看不見而已, 我聽到的 這麼好嗎? 野生的時候,你不是看不見了嗎? 我又是夢見的 就沒有出聲 很難受 說明又沒聽到 孫大人, 請 徐虎人尊成雙腰 我看不只是為了請我喝酒這麼簡單 孫大人是聰明的人 那文婦也不怕開門見山 這件事我想託大人交給二淳 若然是那些徐公公 想向二淳小主交託的種種命令 只怕在下不便再幫忙 在信箭裡是我幫二淳求的簽文 如果大人不信的話 可以拆開來看看 這下的 人世之陰能幾許 碎琴都為子其忘 墳前灑盡前行淚 隔別陰陽各日荒 百牙碎琴 這支簽極差 沒錯, 是指下下簽 因為菩薩想告訴二淳 他失散多年的姐姐 已經死了 我希望二淳能夠相信菩薩的說話 不要因為宮中的人, 宮中的事 令他再想起自己的親姐姐 只要這樣 才可以把他的身分和身世 一直隱瞞下去 只要這樣我才能保住一條命 單單這一點 相信孫大人也希望這樣 孫大人 二淳小柱吉祥 你來為福貴人請物嗎 是 其實一直以來 福貴人的病究竟有沒有痊癒 福貴人天性豁達 這麼多年來, 病還沒有好轉 不過已經上一個行事了 福貴人他的人這麼長和 又是一雙巧手 可以展出這麼漂亮的公仔 其實我有時候真的覺得 天很喜歡作弄人 尤其是有些好人 難得福貴人可以自得其路 小柱, 你是何必為他傷神 你看看那些剪子 福貴人他說 剪子就像人的緣分一樣 無緣的就會剪斷 有緣的就怎麼都會連在一起 我想我跟福貴人都挺投緣 所以才對他的事 有這麼深的感受吧 更何況在宮中大家都倚如我 只有福貴人他一個 才會毫無機心跟我聊天 關懷我, 開解我 有時候我見到他 就像見到自己的親人一樣 對了, 大人 你送我來這裡就行了 以臣也不妨礙大人回預約房工作 告辭 小柱請留步 大人還有事跟我說嗎 這裡有封信 是柳大娘托我給你的 好嗎 百雅碎琴 人世之陰能有幾 碎琴都為止期望 墳前灑盡幾行淚 隔別陰陽各一方 有此 injustice 嘗那個很不妨礙的 與她的客戶演� 都搶んだ刀刀才不妨聯 徐曼好, 但人這樣做 已經幫他們減少了一分負 少了一分負, 但是再多一分傷 我越來越不知道 這樣做除了徐曼田會開心之外 還有誰會高興, 誰會願意 小主的墨像似乎虛了一點 是否身體有甚麼地方為和 沒有 小主, 你很明顯清減了 是否不思飲食呢 放心吧, 孫大人, 我沒事 請說下官囉嗦 從來大病家有小病起 京城地處北方 納秋之後很快就翻風 天氣極為乾燥, 很容易生病 不是, 昨天才下雨 應該不會很乾燥 昨天晴空萬里有下過雨嗎 是半夜 長雨現在就開始下雨 四間才停 然後就明月當空, 直到月落西山 小主對半夜天氣變化滋滋極長 似乎是長夜無眠 是誰不安寢, 還是難以入眠 或者本官開一些凌晨安寢藥給你 不要, 睡覺就看不到星星了 提升? 宋大人, 你有沒有聽過 人死後會化成星星的傳說? 小主何而這麼問呢? 我近天有個親人不幸去世 但我看了很多晚上都看不到星星 人死不能復生, 小主節愛 我知道 但我真的很想知道他是不是化成星星 是不是安好 他知不知道我每晚都以窗盼望 皇上見到他 我一天見不到他, 我也放不下 孫大人, 二淳小主如飛娘娘有事傳召 二淳參見娘娘 不知道娘娘召二淳來有甚麼吩咐呢? 你當天答應皇上馮濟的香包 做過了沒有? 快了, 二淳笨手笨腳 會盡快做好, 不敢敷衍性格 放心, 本宮不是來財皇上催你 只要你在八月十六之前 可以趕淨完成就可以了 因為說不定 你會在追月之夜有機會侍寢 到時候你就可以自己親手獻給皇上 侍寢? 二淳哪有資格侍寢? 況且追月之夜 你應由娘娘陪伴皇上 二淳無財無財, 實在不敢僭越 你看不起自己, 即是看不起本宮 本宮說你有機會, 你就有機會 除非你自己不想 世間上有哪個女子不想登蒙聖寵? 二淳只怕不知服侍皇上 辜負娘娘一番栽培 陸公之中, 有哪個女子 是天生就可以侍奉皇上的? 既然皇上對你青眼有加 就是你的福氣 而且本宮也很喜歡 你敦口率直的性格 希望以後 你和本宮可以同德同心 好好侍奉皇上 回去準備吧 謝娘娘 警察, 你不是知心? 你想找一個司命, 那可是我看堂 又esp에서는要關於是 你的寶藏堂, 我們知道你的寶藏堂 Chair下去吧 插回梁眼睺, 是你 development 奧田, 你以為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稍後他們會把過節食品拿過來 希望小主你姑且忍耐一下 忍耐? 在你眼中,我不是要忍一輩子嗎? 玉形小主吉祥,孫大人吉祥 我免得再跟你說 怎麼樣? 對不起… 你說什麼? 怎麼會小色還在? 你不是應該拿去變賣嗎? 對不起,我已經想盡辦法了 但最近城門守衛真的很心意 你知不知道變賣這些手式的錢 對我來講有多重要? 我等了你這麼久才說幫不了我 那我現在怎麼樣? 為甚麼這麼小的忙幫不了我? 為甚麼? 為甚麼你還有執迷不悟? 就算錢可以收買人心 但是今時今日,人心已經不歸你了 我已經賜不到你管了 我不介意你白費我的心思 你要引火自焚,這條路是你選的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身邊所有的人會被你害死的 你走… 你走呀,跟我走呀 你也是呀,你們倆走呀 我不想早點見到你們這樣,走 他真是無藥可救 你怪錯了他了 這一切都只是為了他的娘 其實玉營小主兩母女 他只不過是表面風光 侯夫人只不過是總督大人的四房小妾 在總督府,地位低微 所以小主入宮之後,時事盡取 為的只不過是想去額娘 在家中又吐氣揚眉的一天 事而世益,小主不想被額娘 知道今天的境況 但中秋佳節,宮裡所有的妃嬤 都會傳至親入宮相聚 單單玉營小主,因有病在身而例外 請問他的額娘,你供我會怎麼想 他開絕了娘娘 就算他沒有這個所謂的病 他額娘也早晚會知道 他要套還銀糧,又可以收買多少人的嘴巴 那些銀糧是給侯夫人的 侯夫人現在寄居在京中外戚家中 小主說,如果他額娘過時過節 沒有銀糧給下人 恐怕連他娘家的人都會看不起他 還是安靜我沒本事了 不可以幫他這個忙 今天是八月十五 為甚麼月亮是月缺不是月圓 對呀,二淳真笨 學來學去也學不到姐姐三成功夫 也是剪得不倫不累似的 你不是笨,你是有心事而已 哪有呢 你看,這個是送給你的 常鵝賓月 妹妹就像常鵝一樣 這麼清禮脫俗 這幅圖就最適合你的了 姐姐應該說 常鵝英灰偷靈藥 碧海青天夜夜心就真了 你還瞞著我,又說沒心事 如果你有心事的話,不如告訴我吧 如飛娘娘暗示 叫我明天準備試鎮 試鎮 試鎮?恭喜你,妹妹 試鎮是天大的喜事 但是為甚麼你仇未深鎖 姐姐,入宮之前 你有沒有試過有些事放不下 你這樣問,就是說你有事放不下 就知道了吧 到底是一件事還是一個人 有一個人,他一直都很關懷我 很照顧我 在宮中? 是我入宮之前的事 他真的對我很好 人又細心 我隨意說一句話 他都會記在心裡 雖然他曾經做過一些 對我很感動的事 但是他平日見到我又好像若無其事 那種藥即入來的感覺真的很難受 有時候我真的在想 如果他對我的朋友,自己 或是… 那他知不知道你入宮了 既然他清楚知道你的身分的話 他的想法已經不重要了 上海一上廣寒宮就沒得後悔 既然你已經入宮的話 就可以一心一意地侍奉皇上 你絕對是皇上的女人 總算是友情,都是徒然的 如果你繼續煩惱的話 痛苦就只有你自己 二上也明白 一切以成定局都不敢奢望 可是我真的很想有一個機會問問他 如果我不是皇上的女人 他會不會喜歡我 娘娘,這個名堂叫萬壽無疆 是賀娘娘你萬壽無疆的 這個叫眾星拱月 其實不用放焰火 這裡也就是眾星拱月了 娘娘根本就是天上明月 光照天下,沒人可比 你真是口甜蝕滑 賜酒 謝娘娘恩賜 好漂亮 好漂亮 娘娘,這個更厲害 叫人魚兩圓 你看他魚多大 還喝?孫大人叫你不要喝那麼多 娘娘賜酒可以不喝嗎 反正今晚孫大人又不在那裡 對了,大人一向都得到娘娘的看重 今晚反而不在那裡 聽說今天整天都不見孫大人他 娘娘看著你了 是嗎? 耳淳,你為甚麼今晚整天都心神不熟 是不是那些焰火不好看 怎麼會呢 可能是耳淳剛才喝得太多,不升酒力 娘娘,耳淳想先行告退 也好,說不定明晚要辛苦你 你還是早點回去休息,口作準備 老爺千萬不要辜負本宮給你的機會 謝良 巴蘭,我都不回忠水公住 你給我領路去預約房 預約房?去做甚麼 小柱,飛躙夜晚在宮中 是不可以擅自亂走的 去就去吧 你是不是不舒服 不如我傳遠衣來中水公吧 小禮子 二純少柱吉祥 你知不知道孫大人他回到預約房了沒有 孫大人他回到預約房了 不過稍後就出去了 出去了? 是 玉瑩小主吉祥 今天中秋佳節 怎麼宮中那麼多歡迎孫大人都不去 要屈嫁光臨 你不怕我這個白費心血 引火自焚的連累嗎 客官是來向小主陪聚的 陪聚? 出自孫大人的口,玉瑩沒聽錯嘛 我已經走投無路,毫無還擊之力了 別再作弄我了 你玩什麼把戲? 這幅畫是侯夫人叫我拿來給你的 騙了 下官今早已經替小主你 把銀子和藥材送到侯夫人那裡 我沒多說什麼話 侯夫人只以為你感染了風寒 所以佳節當前 不方便接見家人入宮 夫人說怕你掛念她 所以把這幅畫交給你 叫你不用掛心 為什麼? 小弟 安善把你的事告訴我 其實之前是下官錯過了小主你 下官自以為看透天下人心思 其實總總是枉作小人 還有,這隻肉鴨我替你傷好了 還有,這隻肉鴨我替你傷好了 我幫你 我替自己,侯夫人會很傷心 來 蘇勵子 孫大人 我叫你為肉營小主 準備他去傷疤藥 快就好了 對了,剛才二淳小主託的奴婢 送了一份禮 走馬燈? 他有沒有交下說話說什麼原因 那也沒有 要是 我愛你 我愛你 這也不是 我愛你 我愛你 愛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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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皇上, 皇上 醫生阿殿, 您準備好為皇上私塵 醫生, 你真是我的好女兒 這裡有個藥包 裡面裝的是乾花薄荷葉和藥材 小主, 你放在身邊 遇到氣速氣喘的時候拿來問候 會對你的敲政有幫助 皇上, 皇上這次對你有所印象 如非下一步就會試探你的偉人 如果你再次得到他的信任 你就有機會試探了 但我真的很想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化成猩猩, 是不是安好 他知不知道我每晚都以槍盼望 想見到他 旅行 老公 國 어떻um 月子 知立 許愛 祝你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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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后万劫不复 明明灭灭目光交错 苦海点猛火 是你闪身路过 竟偶人着我 为你牺牲已注定 此心燕绝症 尝尽你的披霜要我命 连泪我眼尖 挂念有声